不尽 放下它 例如做很多法事 各种法事都不同的 嘩 只念念到词都好 我现在才知道原来 他是要这样一个规矩 要念词句 就语 才能做到 教我杀它 何神不服 何归感动 人好像真的離開了自己的身體 是另一種人 好像上身一樣 神靈降體 有東西很有趣 使我更加有興趣的就是 我去幫人破靈異的東西 但自己根本就生在靈異的困擾之中 最後就死人塌屋 傷亡慘重 是一個大悲劇 我沒有殺人收到的方法 以前是他怕我 他怕他 那就真是多謝他 他還要去碰我 特出等我 等人們同情我 多謝你們 沒有勇敢 可能要有壓迫感 有一個對立 這也是一個手法 很有殺氣 是有罵 不是有罵 哈哈 現在是我最大 他說了不關你事 走開 沒有人可以在我這裡動手 不是的 不是掌詞 我兩個身份而已 我沒有靠我 我要靠黑 去解決問題 都很辛苦 做完之後 導演還跟我說 你開心不開心 我開心 他說整個續集 這個就是鬼頭前轉 原來我角色 都沒有角色的前轉 我心想 我心想 不要吧 哈哈 要他補回心 因為天天都會打人 罵人 都很鼓起 這部電影 就是把我 畢生的 罵人的事 惡事 那些體能 都要發揮出來 我希望最大困擾的就是不夠休息 這個舞台 我覺得 他這次安排的休息時間最棒 真的 而又拍得很仔細 劇本很多 很多 很多 真的不會令到你 令到你很沒安全感 都有點飛 但不會過分 他這樣飛 他有了劇本 到時他又有 要改 現場是有改的 一定 他都會有改的 他無線都不介意 他知道我不介意 他又不介意 哈哈哈哈